不知道围绕什么 忧愁它围绕什么 我每天都在祈祷 快赶走爱的寂寞 我震惊了非常好听的声音 我很开心今天 谢谢 非常好 再来一次 没那么紧张 就能去爱别的全部看 变得实际 也许好 也许坏个一半 不爱孤单 依旧也习惯 不用担心 谁也不用被谁管 感觉快乐就满动满心 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 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 自己做决定 不想拥有太多情绪 我很喜欢你的声音 我很喜欢你的聪明 你是个知道用脑子唱歌的小孩 真的挺高兴的 如果不是当评委的话 我希望今天能够你一直唱下去 把一个比赛当成你个人的演唱会 居然有人可以剪这样子的一个刘海 不简单 想问天 你在哪里 我想温望我自己 一开始我聪明 结束我聪明聪明 聪明的几乎都回到了我自己 想温望天 温望大地 或者是迷信弯弯宿明 什么叫歌唱 什么叫歌 好的音乐就是长在耳膜里的一只小鸟 你让它在我们的灵魂中自由地飞翔 我不管你会不会唱张惠妹的 还是朱华老师的 还是顺子的 还是雷雷嘎嘎的 只要你像你断灵溪 我特别喜欢你唱歌的方式 所以说我个人做出一个非常冒昧的一个决定 我自己啊 我不知道 因为我 我假装不懂朱老师的提问 但是我因为他今天给你这么多机会 他就想让你更加成熟 你是一个金子 他希望你成为钻石 对 我想征求我另两位搭档 你们同不同意我 不是 我很震惊 我知道其实大演歌 其实是做事情是很detail 就很注意戏部的 他居然会做出这么的惊人的决定 我跟朱老师其实眼睛 怎么会这样子 对 你什么时候我就是不是不意外 这和我的性格很像 我这叫激情过关 激情过关 那刚才其实朱老师讲 选歌是很重要的 要适合你的歌 不适合你 有时候本末导致 所以你要切记 所以我 可能是加分 但也可能是扣很多分数 但我告诉你的答案 就是你被扣分了 然后在我这里 我不会轻易地把这个pass卡给你 所以我的意见是反对 因为我觉得你还有很多可进步的这种空间 还有跨度 因为你能听得懂我们的话的话 你就一定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怎么讲 一个结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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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